如果爱你的朋友 就一定要请他吃一份印度的纯手喂鸟蛋沙拉 吃完让他感受阔约机带来的高压 以及下半身不定时的汹涌吞发 跟随镜头 让我们走进印度拉西布拉盖市区的著名街边小吃 纯手喂蛋沙拉 他作为老姐店里的王站 成功助力印度的人口清除计划 老姐先用破伤风小刀给翻十六瓜皮 红色眉甲里包裹着黑色淤泥 吃完食客们的菊花也渐渐开始初见端倪 接着老姐将一片片杨桃切进桶中 切开看到形状竟是如此干净的五角星 这是否预示着食客吃完通向厕所也将大不留心 随后看到翻十六上了老姐的断头台 随着老姐眼一闭 手一抬 翻十六很快变成一堆绿色残海 老姐接着用小刀割开香菜的咽喉 然后紧闭双眸 感受双手在桶里遨游 一旁穿袈裟的大姐看了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老姐突然拿出一个包浆棒锤并开始敲打木鱼 顾客表示这早已不足为奇 毕竟方圆百里没人敢和阿姐为敌 别看老姐弱不禁风 只要降魔杵在她手中立马变得气势汹汹 再来点辣椒碎住住姓 今天收完摊老姐也将埋名隐姓 为了让食材更好入侯 老姐又倒入白糖 马沙拉以及95号底沟油 不仅能让食物更加粘稠 还能锁住顾客的咽喉 老姐最后将这摊黄褐色粘稠浆糊 装进变异蛋壳 然后用勺子细心将表面打磨 顾客吃完毕将在厕所变身成为福地劳 如果你的朋友爱吃绿色食品 那让他一定不要错过这份印度街头的绿色炸丸子 红色的丸子把这道菜的喜庆感直接拉满 绿色的酱汁代表着食物是天然无人 虽然你朋友对于品尝美食从来不偷懒 但这次吃完之后 恐怕也是提心又吊胆 运气好的话 尚且能侥幸逃过这一晚 运气不好那便从此离开人世一去不复返 我不建议你吃 但是一定要请你的好朋友吃 话说眼前的画面是位于印度拉西布拉盖市的一处小吃摊 只见老板首先向锅内加入95号花生油 随后向里面加入蒜末和葱花 再加入洋葱和辣椒 然后用勺子在里面扒了几下 以便炒出配料的香味 视频到这里 好消息是这个老板学的厨艺还算正宗 坏消息是 老板只学到了这里 面对整个烹饪最关键的步骤 别的厨师都是回想一下 接下来应该放入什么调料 而老板却突然想起了自己曾经作为炼金术师的身份 伴随着下一秒一摊墨绿色的酱汁被拉进了锅里 眼前的画面也成功地从做菜变成了做法 而简单翻炒几下之后 再次向锅内加入两勺横和老酵 也让周围的食客们从本来的大块朵一瞬间就变成了大难临头 向锅内加入盐巴 胡椒粉 挤入一点番茄酱 加入香菜 老抽 最后加入提前准备好的炸丸子 便开始继续烧制菜片 原本我以为青青草原只会出现在电视机里 却没想到老板今天把它放进了炒菜的铁锅里 不充别的 就单充锅内现有食材的这个颜色搭配 就算是泰森 再抢就是吃完了 估计也得走 今天给顾客上菜 明天给顾客上份 大火收支两分半之后 锅内的丸子已经和酱汁逐渐融合在一起 产生了便宜 感觉到时机成熟的老板 也是在此刻关闭了炉灶的阀门 然后拿出一个小碟子 将制作好的丸子装在里面 就可以开始享用了 虽然颜色不怎么好看 但是味道上却是更加难吃 吃上一口神志不清 吃上两口阻断神经 吃上三口化作繁星 建议屏幕前的你不要吃 但是可以请你的好朋友吃 如果你朋友和你的关系够好 那就请他吃上一份 这来自印度的纯绿色炸丸子吧 朋友饭量有点大怎么办 那可以请他吃印度大锅稀饭 吃完这份稀饭 走得毫无遗憾 这种大锅要容量有容量 要味道有容量 加的食材已然足够奇怪 路人随手加点其他东西 进去也不见外 反正锅质大 足以将各种物质掩盖 首先需要往锅中 拉入92毫芝麻油 这种活一般由男人干 不仅是因为重 还能从中找到滋水的乐趣 等油铺满锅底 便可以加入蒜蓉 虽然没肉加蒜多次一句 但毕竟大锅很多天没洗 有了蒜味便少了些 大锅的过期气息 不然很容易让路人窒息 撒入大量的淀粉后 便可以倒入恒河水 同时还能清理一下锅边 两位老哥会在一旁 用长勺搅拌 虽然做的是素食稀饭 但如果不注意 也能成为肉粥 随后拉入洋葱 增加印度气息 但一直到现在 还是缺少印度那个味 直到黄色的马沙拉酱 拉入锅中 才展现出印度美食的独特浪漫 随即发酵两天半的番茄酱 也被拉入 锅底的食材黄色 还没维持多久 就被暗红占据 为了看上去更像那玩意 所以约将不能抛弃 印度厨师是调色的天才 不管是什么食材 也不管锅有多大 都能调制出 让人眼前一黑的 印度独特色 往大锅中加水 可以直接水泵抽 但人人接力更有参与感 白吃大锅粥走的时候 只有饱 干了活后吃完再走不仅饱 起码还累到了 水味过半便可以撒入 应该可食用盐巴 还有大量的香叶调味 调的味道怎么样都无所谓 不管什么味 最终都得落实到位 此时大锅已然接近化粪池的模样 加入印度大米增加可食用性 干了那么久 都是员工在操作 此时的主厨也需要出来卧产 虽然主厨没有亲自参与煮饭 但也属实让人看清谁才是煮饭 满满的都是形式感 一直到生米煮成熟饭 打过稀饭就能出锅 看这模样虽然略像猪食 但也可以成为主食 只要你朋友饿了 那么这种稀饭还是可以请他吃 要问哪里能够找到当地最为正宗的美食 那必然要数个大乡镇中的集市 天南地北的人们 汇聚在这里 带来了各自家乡最拿得出手的产物 这里是孟加拉 人们挤在狭长的道路上 目的就是赶集 为了赶紧解决那急 许多人坐上了货车 虽说并不会走得更快 但竖起的尾门板 就像一道坚固的门栓 让大门家的更紧 这样的机会并不是人人都有 聪明的小女孩 早已假装进入了待机状态 在父亲带娃的烈士开局中夺得先机 甜食是当地人中爱的美味 她们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油炸的香气飘散在空中 偶然被人吸入 沁人心脾的味道 好像真的传到了嘴里 让人忍不住干咳 时刻的口气也飘散在空中 偶然落在汤汁上 蒙上一层物理马赛克 感染呼吸道的味道 真实地传到了美食中 这是一种相比于广告 更加深层次的信息交换与传播 干咳后的小哥抓抓鼻头 迅速恢复状态 超大的油炸奶豆腐 就像他手中的玩物 趁其不被一把捞起 再咬一找汤汁 不让任何多余的营养物质流失 这是奶豆腐炸圈 一旁的油桶经过常年使用 已经微微泛黑溶解 而老哥手上的抹布 却有些泛白 那是食材挤出导致的色差 大家不必害怕 白色的奶浆从褐色抹布中冒头 绽放成一朵朵白色小花 经过油炸 颜色逐渐变身 迎面扑来一股春天的氛围 那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 老哥用钢戳一朵朵摘下 浸泡在糖水里 高油高糖的油炸奶豆腐 能让消化不良 以及乳糖不耐受的食客们明白 什么叫做落菊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虎化 形态越润 才越能保护娇嫩的花朵不被拉伤 整家小摊摆满甜食 形态和口味不计相同 大抵都是刚才那种做法 但无论哪种 老哥都会亲自用手打包 食客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 自由组合 不喜欢吃 那就重抓一份 直到满意为止 老哥地上包好的美食 小哥地上收来的零钱 刚开张的美食味道单一 但越到最后 老哥的手抓的越多 食材中的味道也会越加荡气回肠 集市上还有许多甜口美食 比如这些白色的手工拉糖 正以多姿的形态呈现在顾客面前 源头厂家自产自销 满眼都是肉眼可见的新鲜 爬行在美食表面 食客们仅凭视觉 就能判断哪种最甜 热闹非凡的集市上 尝遍各色美食的食客们 各有各的集法 奈何消化进程不计相同 所有迫切只能化作不惜的车敌 以表达心中那些无声的咆哮 让你爱吃蜜饯的朋友来看一看 他一定会爱上你 果香浓郁 天儿不腻 吃完他和定军全都嫁合习去 这是印度蜜饯的加工现场 一起来看看他的制作工艺 地上整齐摆放着捡来的绿皮芒果 大致挑出还算健全的部分 另一名老叔负责把挑选出来的芒果 运送到下一个部门 妇女们负责对芒果进行切割处理 去掉头尾 打上花刀 接下来轮到深加工处理 徒手撕掉外皮 直接丢入旁边的塑料盆中 工厂还聘请了飞行史莱姆家族 负责芒果的安保工作 随着柴油发动机的启动 赤脚红衣小哥 熟练的腾空而起 坐在了操作台上 一旁的小哥端起芒果皮 传递给台上的小哥 芒果皮在飞行史莱姆一路的保驾护航下 进入了压榨机 各种营养物质掺杂其中 形成了特有的复合口味果酱 接下来开始处理果肉 人与机器的精密组合 让进入其中的原材料 没有意思的浪费 榨出的果酱 再次装入蓝色塑料桶中 二人合力搬运至下一个工序 随着加工工序的深入 一旁的安保显得异常的严密 往大桶中倒入白糖 徒手进行深入搅拌 适量的掺杂一些个人情感 勾调之后的果酱 用铁桶分装 接下来就轮到妇女们 接手最为关键的工作 用简易木架作为基础 放上草席 就成为了食材最终的归属 妇女们把果酱倒在草席上 再用手均匀的涂抹开 只能用右手 无况是敞篷生产工艺 既能让食材享受日光浴 还能顺便吸收大自然中的生物蛋白 这样一家小小的村办企业 不仅解决了当地村民的温饱问题 还能为外来物工的飞行安保 提供就业岗位 最重要的是 为当地医疗系统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给你朋友来一块 只需一片 便可填它一整天 为庆祝华人农历春节 富贵哥拿出了压箱底的老物件 僵尸鱿鱿干 打算做一顿拉脱钢风味的重金属僵尸鱿鱿 倒入石灰水 清除掉鱼干中的湿度 炮发后的鱿鱼 倒入恒河老教 让恒河老教中的不死老君 与鱿鱼中的万年尸毒相互厮杀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将鱿鱼斩头去嘴 小黑子摸起了史莱姆 将鱿鱼干均匀铺盖 放入黄色史莱姆 红色史莱姆 鱿鱼干呈现出了一抹果色天香 倒入恒河精炼非食用油 撒上万年青 打算放入鱿鱼干 用刚方便完的左右手 捏爆番茄 主要目的是洗手 撒上恒河盐 简单翻炒 撒上忘情话 撒上糊钢草 糊钢草 顾名思义 可以让阔约机刚裂 不是 是能够起到保护阔约机的作用 对 是保护 随着钢铁交明声 一火拉脱钢风味的僵尸 鱿鱿鱼就做好了 芭蕉也打底 倒上咖喱 僵尸鱿鱿鱿鱿鱿鱼 用米饭洗洗手 嗯 我ésus 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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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如果您可以吃药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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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 如果你的朋友爱吃三明治 那么一定要为他点一份印度窜息三明治 保证他吃完低血糖变高血糖 高血糖直接进灵堂 这里是印度拉脱钢市 一家街头小吃店 凭借着特有的窜息快餐 常年稳居当地美食排行榜前三 小哥拿起球签纸开始熟练地切洋葱 路人在洋葱的烟熏下 顿时变得忧心忡忡 害怕吃完后变身泄霆风 小哥接着给青椒和西红柿切丁 刚方便过的双手黄里透着精 确保食客们吃完头重脚轻在神志不尽 为了让食材更加丰富 小哥加入马沙拉和一勺绿色史莱姆约酱 再挤入一点开塞路 确保吃完后让食客喷射到麻木 在小哥的搅拌下食材被充分混合 不但呈现出史黄的色泽 而且形状也很快变成一坨 随后小哥将这坨酱料巴巴 放在吐司上为其粉饰 镜头前的这一滩黄色江湖 或许当地的卫生局看了都得跪着唱征服 小哥接着又给另一片吐司抹上辣椒酱 顾客看着这喷涌的模样 瞬间感受到菊花在层层绽放 载机器烘烤酱 焦黑的三明治成功出锅 吃完就可以立马去挂钢肠科 蓝尾也是连夜从身体里快速逃脱 最后再加一点黄油 史莱姆约酱以及辣椒酱和芝士碎 让你吃完立马安然入睡 亲朋好友都来你的坟前开会 夕阳无限好 吃下这份窜息三明治要趁早 吃一口指标立马三高 让你在通往厕所的路上上扬狂飙 吃饭时 你们是否有遇到过一种尴尬的情况 那就是既想喝碗咸香的亮汤 又想来杯清爽的果汁 可他们一冷一热 咸甜相冲 若是着急同时入口 没过多久就会着急同时出门 在印度 食客们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但却从未感觉困扰 一是因为窜的原因另有其他 二是因为果汁和亮汤往往区别不大 甚至还是同一种东西 小哥就经营着这样一家融合料理谈 对于街头美食 人们最关心的是卫生和效率 顾客早已端背等候 小哥却还在一勺勺打水 一颗颗切开果肉 不急不慢 也为他有一计 能将顾客在意的所有问题 浓缩在一步解决 小哥呱呱手指 抽出木柱 使出一记打果棍法 连皮带肉将芒果打成一趟 有人说皮还没洗 可芒果此时分明在水桶中旋转 有人说皮也没消 可果皮此时也正随着水波跳跃 继续从黑色的白泡沫箱中取出冰块 小哥在做的是一种销鼠亮汤 他以芒果为主要食材 搭配黑盐 胡椒粉 自然粉 小茴香粉 姜黄粉等印度咖喱的常见配料 让这道亮汤成为美食界乃至饮料界都十分罕见的存在 比亮汤更加清爽 比果汁更加鲜香 小哥再次舞动目处 他借鉴波轮洗衣机的工作原理 一边将香料搅匀 一边搓下芒果皮表面附着的天地之飞扬的精华 日月之积累的伪迹 这种强力洗涤的技巧 能够消除99种顽固顾客 留下来的要么是印度香料的狂热粉丝 要么是刚想骑车逃离 却又被一把拦下的无辜路人 小小一杯果汁 又是小小一杯咸汤 将其喝下度后 一股男人的饱腹感会顺着食道一路向上 食客们虽说没点主食 口中却依旧浮现出了昨夜晚饭的味道 如果你朋友爱吃甜食 不妨请他吃一份印度酥脆芝麻糖 咸味不够 手汗来凑 地气不够 脚气来凑 明明是芝麻 看起来却让人头皮发麻 吃起来更有点嗝牙 吃下这份芝麻糖 肠胃表示防不胜防 黑白无常嘴角上扬 加工窝点位于新德里不饶人街区 首先打破常规 对铁锅进行清洗 小哥赤脚踩在锅中 清除的是包浆和铁锈 留下的是矫气和杆菌 点燃灶台 往锅中倒入浑浊的纯天然横河原浆 为食材奠定神圣的基调 随后加入大量白砂糖 一边熬煮 一边用黑木棍进行搅拌 撒入或许可食用粉末 即是在加料 也是在洗手 在持续的高温下 顾客吃到的芝麻糖 也比以前更咸了 煮至粘稠冒泡 便可抬起倒入一个小锅中 将其摇晃均匀 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用手 我去好汤 还是把锅放入水中吧 以便加速冷却进城 25分钟后 将凝固的糖浆抬出 由小哥双手进行按压 为食材增加第一道人工咸香 与一般的全锈钢大锅不同 在糖浆的长期清理下 这个铁锅的表面闪闪发亮 照亮了顾客的西天之路 把糖浆挂在破伤风铁钉上 开始进行拉糖工序 这个步骤需要在一个隐秘的后院进行 在执法人员到场时可以随时跑路 糖浆经过自由落体 在由小哥拖起折叠 循环反复 墙体保留了最原始的毛坯模样 糖浆与墙壁上的水泥渣混为一体 不管顾客喜欢吃软的还是硬的 都能得到很好的满足 看印度美食不一定会笑掉大牙 但吃这个芝麻糖可能会咬碎大牙 在不断地拉扯下 糖浆被越拉越长 顾客的余生被越拉越短 拉扯到糖浆变白便可开始准备芝麻 小哥用抹布浆落下的芝麻抹开 十分率性狂野 糖浆经过两位小哥的隔空传递 最后放进锅 沾上芝麻 充分覆膜后 几位员工一一扯下小块 从中间捏出一个小坑 装入些许芝麻 捏成小团后顺手按压 一份手工芝麻糖就制作完成 抛开制作过程不谈 成品看起来还是很美味的 如果你不敢吃 可以先请你朋友尝试一下 吃一块丹精兽帕 吃两块破口大骂 吃三块阎王笑呢 这不是在打捞化粪汁 而是在熬住你朋友爱喝的红糖水 饱含军群的横河原浆 满是足味的原材料 石油般漆黑的糖水 保证喝完这杯红糖水 姨妈来了都得原路返回 这是印度乡村的红糖制造卧点 只见老叔正在打水 虽然装水的桶略显肮脏 但一桶既能喂猪又能装水熬糖 可谓是一举两得颇有节约的美德 将水抬入屋内 倒在一口包姜大锅之中 清水浴锅则黄 进展印度独有之浪漫 另一边一位大叔正光脚踩在黄色的干这汤之中 将其打捞出来 虽然光脚不太卫生 但猪圈中的糖本身也见不得多干净 不管是桶还是现场布置 都能说明这里是养猪场 不用新场地新配置 又能形成一个新的厂房来 将干这汤拉入大锅之中 展现出化粪池般强烈的冲击力 连锅中的东西也略像二师兄的佛额呢 随着剧烈的化学反应 炼丹正式开始 锅中逐渐显示出一缕黑色 渐渐的渐渐的 又黑又白又黄的泡沫漂浮起 比七家十三口喝的还要猛烈些 眼前正在排出的是 发酵两周半的粘稠糖浆 将其倒入大锅之中 增加粘稠度 新物质的加入 让糖浆开始口吐白沫 而此时干这糖与横河水 糖水与锅壁包浆已然充分混合 取出大锅产不断搅拌 但人工搅拌终究有些慢 所以一台有秀机器出现在现场 让其对糖浆进行最厚的搅拌 与此同时 另一边还需要熬煮一锅粘稠黑糖浆 将一大袋面粉倒入黑色糖水之中 不断熬煮搅拌 锅中黑色的糖水 展现出石油般的魔力 要将糖水变得黑 先得静止二月半 没有一点科技全是杆菌 随后将其倒入糖浆之中一起搅拌 一过粘稠的红糖浆就制作完成 如果实在忍不住 现在就可以直接吃了 但一般人不这么吃 而是将其摆在模具中冷却凝结 最后再切割成砖块打包出售 远消海外保证你朋友能吃得上 这可不是在处理二手窗可贴 也不是在抹佛饿呢 而是在制作你朋友爱吃的曲奇油饼 老哥攻克了饼干怎么做才能既不好看 也不好吃这个难题 并且只取其菜名 全用自己的特色 成功将曲奇饼做成了手抓饼 印度作为世界美食的地花板 做菜当然得在地板 往面粉中加入酵母 些许法克油 一小碗恒河水 便可以对顾客动手 手毛浓密的优势就是 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包面粉 每天回家洗洗手就能得到一碗面汤 老哥举起面团往地下摔 顺便震慑一下周围的顾客 让接下来的作案得以顺利开展 摔好的面团用双手进行按压 留下了清晰的黑色纸印 也留下了小哥没有洗手的证据 但没有关系 只要用准备好的约将一概 执法人员也就无从取证 老哥熟练的手法经常让人误以为是在作画 但区别是别人作画让人产生意境 老哥作画让人产生运突反应 艺术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他却坐上了点梯 涂满一层过后便可以盖上再来一次 随着新一轮的作画 盘中的景象逐渐凌乱化 让人想起了肚子着凉的那些日子 十分又苟 最后将两边的白色部分也涂满酱量 反过来另外一遍也是如此 待其发酵个二分半钟 便可以用虎口掐出一块块面团 这个是马沙拉味的曲奇饼 但如果有人问你相关的印度美食是什么味 你却认不到 你可以说是顺脂原味 这样就永远不会错 老哥用指尖抠出几个小孔 打着做曲奇饼的旗号 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指缝的淤泥清除 将饼放入锅中油炸 油炸区域选择在室外 也为其通畅功效足够快 得给顾客留有足够的起跑时间和起跑空间奔去卸货地点 曲奇饼被油炸的金黄 就可以将其捞出炸盘中等待顾客上钩 一般这种饼一顿只能吃两块 并且要加上柠檬 让我们看看老板怎么说 在印度 许多人吃饭都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既视感 明明是第一次吃 却总觉得这个味道在哪遇到过 其中的秘密就蕴藏在料理中 无论什么菜 吃起来都有种刻骨铭心的感觉 做鬼都不会忘记的 这种味道并不依赖厨师 也并不依赖食材 而是靠一种印度菜中常用的调味料 那便是芥末油 小哥来到的这家芥末油工厂 始创于1978年 凭借一具你忘不掉的美味 他家的产品成为了许多食客们 生生世世都无法磨灭的记忆 这是黑芥末子 它们的香味十分浓烈 是上好的榨油原料 然而并非所有子都有资格被用于榨油 机器顶端有两个筛选装置 会将某些品相不错 但运气不佳的部分拦截下来 它们也不会被浪费 而是会和机器融为一体 打造重巢的主题风情 小哥加入少许浑浊清水 让原料微微湿润 经过内部压榨 暗黄色的芥末油便会从下水口流出 表面泛起一层浮沫 这个现象告诉我们 平时还是得多多喝水 地上有许多皱起的黄色碎片 那并不是腌制入味 风化起皮的地毯 而是芥末子的残渣 在现场铺满厚厚一层 被众人踩于脚下 经过一次压榨 它们看起来依旧油光发亮 作为印度的食品从业者 老哥最擅长于发掘垃圾的潜在价值 它将残渣重新放回机器 如此反复 直至榨干最后一滴油水 据说这样榨出来的油 会有一股糯香柠檬茶的味道 现场存在的人越多 香味也就愈浓 芥末原油榨好 将其倒入过滤桶中 去除表面的浮沫 最后通过管道 将成品油全部收集于另一只小桶 清澈香浓的芥末油便大功告成 由于规模原因 这里的生产方式 有许多上代改进的地方 这间更大的窝点就给同行树立了榜样 他们将进料口直接开在地板上 如此便能节省弯腰装筒的操作 可以直接用脚浆原料扒入机器 更加符合人体工学 做好的芥末油 可以进一步封装打包 也可以手动灌装 想要多少就装多少 销赃方式十分灵活 有了这种油为料理加持 食客们无论在哪都能尝到熟悉的味道 明明只有18岁 却总感觉自己19年前曾吃过